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的内心醒悟过来 使我们的内心警醒 使我们做天父上帝的儿女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做天父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 主啊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奥秘正是基督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求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 驱赶我们内心的黑暗 使我们的内心警醒 使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话语 聆听主的声音 使我们真实地做主的儿女 我们相信在这时间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能使所有的灾难消除掉 我们相信唯独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是活着做功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那么在这凌晨 此时此刻是我的天父上帝 正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有我们的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任何事情都是能做到的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而我却没有经历这么好的帮助 是因为我总是在藐视 侵蚀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分明是能行 是可行的 而大部分都是因为 我们成了假的信仰 很多人说 无论得识还是不得识 要传福音 传讲上帝的话语 那么就像 我们上班的时候 是推销自己的产品 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要传基督的奥秘 能讲基督的奥秘 哥伦西书四章三节 就比如说 一个人如果是釜山出身的话 那他应该对吃生鱼片特别的了解 因为釜山是临海地区 欧洲的教会为什么走向了落魄呢 因为并没有认识上帝的奥秘 是基督啊 并没有真诚地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如果我们认识耶稣 那么一定是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基督啊 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 我们要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才能得以救赎 与上帝和好 那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正是为了我们的罪恶 正是为了拯救我们 救赎我们 而欧洲的信仰 为什么走向了堕落 甚至是走向了落魄 正是因为没有持久地守住这耶稣基督悔改的福音啊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而我没有经历主耶稣基督 我内心没有得到耶稣基督 是因为我们经常按照我的想法 甚至藐视轻视上帝的话语 我们读一下真言十三章十三节一二 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阿们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 凡是轻视藐视上帝话语的 都是会灭绝 或者是遭到一些很可怕的败坏 据说最近很多人就是很早就退休 甚至是从单位里辞退 甚至都没到四十岁就已经被辞退了 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做什么都是不顺利的 藐视轻视上帝话语 藐视训言的都会走向败坏呀 我们一起找一下真言十二章一节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 我们读一下真言十二章一节一二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阿们 警戒给我训言 这是我们人应当喜悦的 而我不爱听训言 我不爱管教 说明我连人都算不上 甚至是如同处了一般呀 这时候赶紧醒我 警醒啊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找 我们需要 就是我们招聘应聘 但是我们招人的时候 谁都不喜欢招傲慢骄傲的人 除非这个人 真的能给我带来很大的利益 真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绝对不会聘用一个傲慢骄傲的人 大家知道我们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我太傲慢了 就我太骄傲傲慢 我们傲慢骄傲 总是自以为很 就是 总是自己把自己抬高 高傲的时候呢 找不到工作的 很多人说 哎我现在工作还挺好的 大家觉得现在生活很好吗 大家要谨慎呀 我们的 我们的生活第一标准 是要顺从 遵守上的的话语 不顺从 不遵守的话 再好的工作 谁都没有保障的 我们找一下诗篇103篇三节 我们都是犯了罪恶的 而这个罪恶的问题 没有解决掉的话 因罪恶导致疾病 因罪恶导致的是灾难和咒诅 甚至因罪恶导致的是死亡和地狱 而能解决这罪恶的 唯独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 正是十字架上的保险 那么当今的世界变化也太快 生活也特别的繁华很快 所以很多人这辈子再怎么学 总是学不完也学不会 甚至有些人呢 为了在一个领域里呢 甚至一个人在一个领域 钻研七到八年 然后最终能拿个博士学位 那么在这世上 有再好的学位 有再好的学历呢 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世界变化太快了 在这种世界上 在这种当今的社会 谁能给我保障 唯独耶华上帝 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 我们的天父上帝赐福于我 保障我的生活 也能没收这祝福 所以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 遵守上帝话语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担心和忧愁的 而我内心总是有担心忧愁 这正是我的问题呀 我们读一下诗篇103篇三节一二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阿们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也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认罪悔改呀 那么我的罪恶得到赦免的时候 这疾病也都能得到医治 这是多么好的永许啊 所以我们要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保死的功劳 真诚地认罪悔改 我们只有信靠了耶稣基督 才能成为义人 义人的心愿是能得以实现的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章24节 大家每个人的心愿都是各自不同的 而我们全能着上帝 是能了解所有人的处境 而且能实现所有人的心愿 大家知道我们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呢 特别容易能看出别人的问题 马太分七章一节 我自己眼里的那种大大的那种的良母看不见 但是别人眼中的小小的刺 我却能看得很清楚 马太分七章具有记录 所以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的时候 不要去数了他或者不要去批评和责怪他 你看得见别人眼里的刺 你就发现了 原来我眼睛里 我心里就有这样的肮脏的罪恶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大家能认识到这奥秘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是仇敌转换成朋友了 就比如说我的丈夫没能来到主面前 我的儿女没能来到主面前 或者说我的儿女遇到困难了 我的丈夫遇到困难了 这时候呢 大家带导啊 为他们祷告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怎么祷告呢 就是真诚地认罪悔改祷告 我们总是人与人之间 出一些小小的矛盾 因不喜欢人 因讨厌别人 或者是因被人欺负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唯独靠祷告都能得到解决的 真语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义人所愿的必蒙英允 阿们 那么 恶人呢 恶人什么都担心 恶人有惧怕 恶人有困扰和担心和忧愁 所以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赶紧成 哎呀我是个恶人呢 不足的普通我平 是为什么经常劝勉大家 要把所有的一切交给上帝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是切切地祷告 认罪恳求祷告 约伯 他是义人 而当约伯担心忧愁的时候 他却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包括儿女 包括财产 所有的全失去了 约伯记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所以 菲利比是四章六到七节 天父上帝告诉我们 什么都不要担心 应当一无挂虑 全要交给主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为什么跟我们宣告这一切 告诉我们这答案呢 别担心忧愁是不好的 是扰害内心的心灵的 大家的心愿各自不同 大家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成功 或者自己的儿女能考上好的大学 或者是说 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健康 或者是希望自己的疾病能得到医治 这无论是什么的心愿 只要成了义人 上帝是实现我的心愿的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而在这世上呢 却没有义人呢 义人的心愿能得以实现 而在这世上 我们都不是义人 所以上帝给了我们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一二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上帝的 阿们 就没有明白的 也没有寻求上帝的 很多人说 哎呀 如果人能明白过来 该多好呢 甚至在其他的宗教 就人编造的宗教 也在讲究 人要明白过来 要醒悟过来 但是我们是不能明白的 除非我的内心有了这个亮光 以赛亚书44章18节 我们找一下以赛亚书44章18节 其他的宗教是没有这亮光啊 所以就是假的 是行不通的 那么甚至教会 教会也需要这个亮光 而这亮光就是耶稣基督 有耶稣基督保使的光 照亮我的内心 我们才能醒悟 才能明白 而人始终不醒悟 不肯认罪悔改 就如同死亡的处了一般啊 是一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甚至很多人来到了教会 却没有悔改 不肯认罪悔改 那还是如同死亡的处了一般 以赛亚书44章18节 我们读一下 他们不知道 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 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阿们 我们的内心 不能明白 是因为 我的内心 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亮光啊 很多人都觉得 内心能明白过来 该多好 那么假的教会呢 没有耶稣基督 什么叫假的教会 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 不承认耶稣基督保写的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 认罪悔改的 那就是假的教会 而在这世上 我们人都是罪人 没有任何义人 没有明白的 也没有寻求上帝的 那么是靠上帝的恩惠 是靠上帝的恩典 把我们招到 主耶稣基督面前 使我们 因信靠耶稣基督 认识上帝 那么我们有了 耶稣基督的保写 我们才能认识到 我是个罪人 我才能肯认罪悔改 那么当今 我们人都是罪人 很多人来到教会 喜欢有一个高的名称 以为成了牧师长老 好像就是很了不得了 尽管成了牧师长老 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 认罪悔改的话 那还是属于假的信仰 还是要面临死亡的地狱 我们不要做假的信仰 我们不要做假的教会 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 罪恶得以赦免 我们要去天国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 是何等庞大的爱 正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爱 而我内心黑暗 是没办法明白的 那么我内心塞住的心 谁能给我打开呢 只有耶稣基督 能打开我的内心 使我的内心开窍 能领悟上帝的话语 我们内心是黑暗的 因罪恶黑暗 而谁能使我的黑暗的心 有亮光呢 正是耶稣基督啊 正是基督的保写 正是基督的奥秘 因为耶稣基督正是光 有了光 黑暗就消除了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悔改 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肯认罪悔改的话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保写 能赦免自己一切的罪恶 那么那个教会怎么能 怎么能说是教会呢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教会如果不讲耶稣基督的保写 不讲主耶稣基督的悔改的福音 那就不叫教会啊 我们希望心愿得以实现 而我们内心黑暗的 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是谁 连自己都不认清自己是谁 十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人要醒悟啊 那么谁能让我的内心醒悟 唯独是耶稣基督的保写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啊 哥罗西书四章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下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阿们 因为基督就是上帝的像 而且基督就是光啊 有基督荣耀的福音 光照着我们的内心 而我们却不信 因不信导致这个光照不到我的内心 第六节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遍 那吩咐光 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阿们 上帝 上帝已经让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 而我们不肯领受这个光 就不肯认罪悔改 不肯承认耶稣基督的保险 不肯承认这是罪人 这就是我们的罪恶 这就是我们需要承认的我们内心的邪恶呀 所以一个教会 如果不悔改的话 那就不叫教会 如果一个教会 不切切地祷告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那就不叫教会了 我们找下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一人的心愿是能得以实现的 而我们呢 首先连醒悟都没办法醒悟 首先连明白我们都做不到 因为我们内心是黑暗的 今天我们刚明白了 原来我内心是黑暗的 在黑暗里面 我再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还是错的 因为是黑暗的 我还是摸不着东南西北 我以为就光靠猜测 而猜测全是错的 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住了一样 阿们 很多牧师长老 很多劝识直视 始终不明白 始终没有属于耶稣基督 自以为来到了教会 好像跟上帝建立起关系了 而实际上灵里还是乌黑一片的 这就是大家和我的现状 我们都是如同死亡的处了一半 而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 能使我的内心醒悟明白过来 是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的内心 使我们成为尊贵的人 这就是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内心 那么有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的内心 能救赎我 这是上帝给我们实现的允许 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有了这份现实的事情 我们就要真诚地信靠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 我们呼喊阿门 就是要承认耶稣基督 我们呼喊阿门的时候 上帝就造就我们 上帝就负责我们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呀 我们一起找下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地祷告 是真诚地认罪悔改祷告 做四季段悔改祷告的时候 有上帝亲自负责我 有上帝亲自造就我 所以不足的仆人我瓢目 是很确切地跟大家讲 我们能成为爱国者 上帝改变我的命运 上帝是赐福于我的 上帝医治我的疾病的 因为上帝亲自造就这一切呀 如果我们承认我是罪人了 我承认我的罪恶 我认识到我的罪恶的时候 上帝就把我引到基督的面前 使我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教来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耶稣 这样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阿们 有耶稣基督的光 照亮我的内心 我才认识到 哇 原来我内心是这样的 肮脏的呀 马太分15章19节 哦天哪 原来我内心有故意 不认识上帝的内心呢 原来我内心一直是 讨厌上帝的恨上帝的 我内心原来是排斥上帝的 哎呀 原来我内心一直是贪恋钱财的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大家知道这世上我们发生 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因为 贪恋钱财引起的 工作上的矛盾 或者是所有的矛盾 都是因为贪恋钱财引起的 这就是我内心的邪恶的罪恶 我们在这世上呢 都是为了 我们内心都是因为有贪婪和私欲 所以呢 他练钱财 传道师六章七节 我们努力工作 享有好的学历 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为了吃好喝好 其实我们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呀 我们和动物是有区分的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是给了我们灵魂 而因为我们的罪恶 灵魂全成了死去的 所以又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这死去的灵魂能活过来 这正是上帝给我们建立的新约 是多么庞大的奥秘呀 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光前呀 由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的黑暗 使我内心醒悟明白过来 把我引到基督里边 那么基督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述四章 三十二节 我们的罪恶能得到饶恕 是因为有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呀 上帝饶恕我的罪恶 是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的罪恶呀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述四章三十二节 我们教会的教友们 读圣经很是认真的 而尽管读得再认真 内心是不是还没醒悟 还不认识呢 我们读一下以弗所述四章三十二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唯独耶稣基督使我的罪恶得以饶恕 上帝是在基督里饶恕我的罪恶的 其他地方 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饶恕 只有在基督里 这就是上帝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是基督的奥秘 我们找下罗马书五章八节 上帝和我们历史的应许 是要饶恕我们所有的罪恶 所以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这正是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啊 各路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而因信耶稣基督 基督就要住进我的内心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生命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饶恕啊 罗马书五章八节九节啊 相信每个人内心有各种各样的苦楚 有些人有心愿 哎呀 我希望我的经济上能得到一些好转 大家不要再担心忧愁了 甚至有些人有太多的钱财 反而会担心和忧愁 没办法管理 没办法支配和管理 所以感谢现在的处境吧 感谢我现在是很清贫的 所以感谢上帝给我 现在这样好的时光 能让我专心地认识上帝 聆听上帝的声音啊 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 我们读一下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阿们 再次的各位 大家和我因罪恶的原因 我们还是个罪人的时候 是上帝使自己的儿子 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 是代替了我们的罪恶 正是向我们显明的上帝的爱 为的是让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使我的罪恶得以饶恕啊 这是何等的爱 这是何等的庞大的爱啊 这正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爱 是通过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啊 那么这就是基督的奥秘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 做四阶段悔改呢 我们找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那么很多人就不认识 这四阶段悔改是什么 我们悔改呀 首先承认我的罪恶 首先承认我内心是黑暗的 承认我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 承认我内心有各种各样的邪恶的恶念的想法 承认这一系列的罪恶都是我内心的罪恶 是我内心无悔肮脏 不肯认识上帝 真诚地认罪悔改 就是专心地承认罪恶 认罪悔改 为的是得到耶稣基督 求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做我的主人 引导我的内心 诗篇119篇103节 直到这上帝的话语 大家知道这上帝的话语注进我的内心 那是何等的甘甜呀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甘甜的 能滋润我的心灵 能使我的心灵得到生命 使我死去的灵魂活过来 大家知道我们小时候很穷 当时我们就爱吃蜂蜜 就觉得这个蜂蜜真甜 真好吃 哎呀 一点点蜂蜜都那么的甜 那么好吃 我就一大勺一大勺的开始吃 哎呦 然后开始受不了 因为太甜了 辣我嗓子了 而上帝的话语 没有这种副作用 没有说辣嗓子 这么一说 上帝的话语 风风风风风的存入在我的心灵里 是滋润我的心灵 安抚我的心灵 所以我们悔改 我们会想起各种各样的 自己曾经犯的错 我曾经偷了我的父母的 或者是拿了我父母的东西 我没说 这一样是犯了偷东西的罪恶 这应28章24节 就比如说 父母让我 就是去买个东西 那么零钱 我们又还给父母 这都是一样犯罪 而我们自己 却认识不到什么是罪恶 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上帝就饶恕我们的罪恶 这是多么好的爱 哥勒西书一章27节 哥勒西书一章27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阿们 那么上帝告诉我们 这荣耀的盼望 就是基督啊 那么 我们找一下 尼西米纪九章 一节二节三节 这就是四节段悔改啊 我们悔改的时候 应该怎么悔改 应该怎样真诚的认罪 悔改祷告呢 尼西米纪九章第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阿们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孽和列祖的罪孽 那么第三节呢 首先他们是念律法书 因为律法是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的 第二节我们 第三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上帝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 他们的上帝 阿们 那天花四分之一的时间 是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上帝的律法书 就是说 这四阶段悔改 分成四个阶段 这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这就是第一个四分之一呢 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我的罪恶了 那么第二个四分之一呢 就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恶 都是向上帝犯的罪 所以我们是要向上帝求饶恕 向上帝认罪悔改 那么能认罪悔改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保死的功劳 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是上帝先爱了我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的罪恶 是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所以有了耶稣基督的保险 就能洗净我的内心 照亮我心里的黑暗 这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这就是四阶段悔改呀 那么最后一个四分之一呢 我们当敬拜的是耶和华上帝 就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感谢上帝的荣耀 感谢上帝的救赎之恩 感谢上帝的厚爱 就一切的感恩感谢 我们认罪悔改 也是要感恩感谢的祷告啊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四章六节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我们 我们首先呢 都是曾经不认识上帝 甚至不爱上帝 妨碍了福音的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上帝是饶恕我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求上帝饶恕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恶的 我们向上帝承认主啊 因我们犯罪呢 使内心有了伤痕 使内心 雾黑黑暗了 求耶稣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内心 使我的内心得以洁净和涂抹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所以我内心担心忧愁的时候呢 担心忧愁的时候 赶紧向主承认罪 把我的内心的担心忧愁 全交给上帝 我们首先要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 悔改了 才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做了这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四阶段悔改之后 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所以无论是儿女的问题 还是工作上的问题 还是经济上健康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今天全要靠祷告 切切地认罪悔改祷告 罗马书四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正如大卫称 那在行为以外 蒙上帝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阿们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 我们只承认自己是罪人了 我们做的只有信靠耶稣基督 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只要承认信靠耶稣基督 真诚地认罪悔改 就是做这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 不仅饶恕我的罪 还要赐福于我 实现我的心愿 要使用我们做主的义的器具 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那么 我们教会有一些罪目录表 我们实实在地承认 我们内心具有这样的罪恶 承认自己的罪恶 求主饶恕 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为我的罪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那么我们的天父上帝 会告诉我们 上帝赐圣灵给我们 告诉我们悔改的内容 告诉我 这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奇迹 神迹奇事和允许 我们大声地呼喊主的名 真诚地认罪悔改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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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天父上帝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 儿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成为义人 主啊 求主 怜悯我们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成为义人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使我们真实地信靠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 直到得到天国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赐给我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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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